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8月14日 星期六 好 不知道說什麼 報新聞 消息說多年來籌辦大型遊行集會的民間人權陣線 簡稱民陣 預計會在短期內解散 據了解民陣成員昨天召開會議 跟進有關解散的決定 但未對外證實 民陣臨時召集人鍾仲暉 今天回覆查詢的時候 就會說明天大約下午1點會有所交代 在國安法下 不同的民間團體已經陸續瓦解 那繼全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教協宣布解散之後 多年來一直籌辦大型遊行和集會的民間人權陣線 應該都會解散的了 消息說現在留在民陣的團體 在上個星期碰頭討論 談解散之後 會上的主流意見都是傾向解散的 據了解現在民陣只有8個團體成員 那大家等明天1點會怎樣 都是解散的了 那今天教協理事陳國權贊民 只以個人身份到創會會長司徒華份前請罪 稱有負司徒華為命 辜負他的交託 只可以去他的份前請罪 那我講一點陳國權說什麼 事實上你交託的事 將要毀在我們這一屆理事手中 無論怎樣 變解如何澄清 我們實在未能好好守護你親手創建的事業 有欲為命 辜負所託 洗脫不掉悲劇現實結局的殘酷 為此 我們必須向你請罪 求你懸殊 要輸 這是教協理事會陳國權今天在司徒華份前說的事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今天出席商臺節目的時候表示 政府正是和田徑總會努力著 希望有好消息可以跟大家宣佈 他說上任以來一直都很重視大型項目 好像渣打馬蟲一樣 涉及超過一萬八千位選手和二千位後勤人員 需平衡防疫的要求 正與田徑總會緊密聯絡 商討會否強制本地選手打針 做檢測等等 以及外國選手的防疫安排 避免外防輸入 渣馬本身在今年1月24日原定舉行的 舉辦單位去年8月以疫情為由宣佈延期 在於12月宣佈將在今年的10月24日舉行 但至今仍未有最終的決定 各位選手就留意了 警方昨晚至今凌晨 採取多次行動 分別突擊搜查 荃灣 旺角 觀塘 深水埗 銅鑼灣 那些Party Room 非法搗檔 和酒吧等場所 共有246人 就需了599支 行動中 亦有多人涉嫌 干犯其他罪行而被捕 其中在銅鑼灣 敏東街15號的商下 警方灣仔區 反三合會行動組 聯同PTU 今天凌晨4時 展開五角行動 突擊搜查多間娛樂場所 行動中 發現酒吧有159人聚集 避免違反599支 結果有94男64女 被發出定額法款通知書 年齡介乎17至50歲 另外在觀塘 東九龍總區和觀塘警區 黃大仙警區 瀋茂平警區 張冠澳警區 昨晚11時 展開代號用著的反罪惡行動 根據線報突擊搜查 觀塘偉業街 146號美加工業大廈 以及觀塘道 448號至458號 觀塘工業中心三期共五個工廈單位 在五個涉嫌違規經營的Party Room裡 拘捕了三名 年齡介乎20至35歲的男負責人 指控他們違反599F 警方亦向五間Party Room房間合共19男27女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各人的年齡介乎17至34歲 總數是246人 中了599F 我幫你們計算有多少錢 政府昨天的收穫 政府昨天動一動就有123萬 給大家看 不過搶 721白衣人襲擊事件 目前再多一個被指為白衣人的陸巡漢被捕 被控一項暴動及有意圖傷人罪 今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控方指被告涉以藤條藏物品襲擊他人 又指示其他白衣人進入付費和上月台 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案件到下週四再訊 期間被告由警方看管 被告名為程偉銘 63歲 報稱無異 被控於2019年7月21日期間 在元朗港鐵站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以及連同其他人以圖使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他們 控方在庭上透露案情 被告案發時身穿有老虎圖案的白色T恤和黑色長褲 配戴有龍圖案的皮帶 真是古惑 又龍又鳳 沒有戴口罩 他有片段拍到他當晚大約8時 在元朗鳳遊北街出現 以及晚上大約11時 與白基人在元朗站襲擊一名男子 其中被告使用藤條藏物品絲襲 他亦以首勢叫其他白基人入附廢區和上月台 而他離開車站的時候 迎首持藤條藏物品 那麼呢 有位報料人士聯絡了我 很快會有大事爆給大家聽的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的節目 警方又拘捕了8個人士涉嫌村謀詐撇 當中2個人涉嫌向另外6個非華裔人士 收購非政府組織簽法的食物卡 令在超市裏換取食物和日用品 警方拘捕這兩個中國籍的女職員 在他們身上搜出 由非政府機構簽法給6個非華裔人士 警方拘捕這兩個中國籍的女職員 警方拘捕這兩個中國籍的女職員 在他們身上搜出 由非政府機構簽法給6個非華裔人士 召開一次條件的食物卡 警方說被捕這次撇責 被捕這次警方的女職員 事件上搜出 警方之後鎖定了六個非華裔人士 包括三個印尼女士 一個巴基斯坦男人 一個孟加拉男人 昨天在油尖旺和深水埗等地 拘捕這六個 由23至50歲的非華裔男女 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因為貪心向別人收購這些食物卡和冒充持有人因為會觸犯詐騙罪 又呼籲持有人不要出售食物卡 警方又說這些食物卡真正的目的是協助支援有需要的人士 在等候酷刑申請期間的生活需要不是用作換取現金 如果有人提出以金錢換取食物卡 所以說 持有的人應該拒絕是不可以轉讓的 我又學多樣東西了 原來是有這樣的騙案的 在2020年東京奧運 乒乓球女子團體賽裡面 港隊又拿到銅牌 乒乓球運動員杜海琴返回香港之後 接受內地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記者專訪 她說 自己拿到獎牌之後 想再去一次天安門 特別是可以早上觀賞一次升旗儀式 一定是非常莊艷 非常神聖 都一定會給她內心更加有力量 那東澳冰冰女子團體賽頒獎儀式結束之後 中國兵協主席劉國良 這個出名的劉國良 要請港隊一起拍合照 那麼杜海琴覺得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她是杜海琳還是杜海琴 大家應該知道是誰 在奧運場上 能留下這張照片真是十分珍貴 我們就是一家人團團圓圓 齊齊整整 一齊為國爭光啊 杜海琴從小就去過內地很多省隊 都在國家隊進行過訓練 她認為中國乒乓球隊是個很優秀的集體 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中國乒乓球隊團結一致 是呀 因為乒乒乓球 頑強拼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 袋琴說 我是一個中國人 這是不爭的事實啊 愛國是因為自己真真實實地感受到祖國的強大和關懷 每次國歌奏起的時候 杜海琴心裡都感覺到無比自豪 在頒獎台上看到國旗和區旗一起升起 杜海琴情不至禁地唱起國歌 內心十分興奮 我現在都要唱幾句 我現在很激動 我感到十分興奮 我真的很愛國 其實阿鐵仔我也很愛國 在談到未來的期待時 袋琴說 首先我要做好我自己 希望在體育領域爭取更多好的成績和榮譽 以這種運動的正能量感染身邊的年輕人 另外 希望有更多的兩地交流 讓香港年輕人親身感受到祖國的強大 這樣可以讓他們托闊思路 開闊眼界 亦都找到更多發展的機會 好 這個是杜海琴小姐的接受內地媒體的專訪 我分享給大家 今天都沒什麼講文的了 那等明天 民陣那邊看看怎樣 我沒理由講哪裏爆水管給你聽 那最後我講一下怎樣省電 七大家用電器耗電排行 第七名是洗衣機 洗衣機進入待機模式的功率雖然不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洗衣機的洗滴模式 其中的弱洗模式比強洗模式更加耗電的 這個是因為弱洗模式的業輪旋轉方向 轉換的次數較多 運作與停擺的交錯次數也相對頻繁 重新啟動洗衣機的電流 是壓定電流的六倍之多 所以弱洗模式其實是比強洗模式更加浪費電的 大家記住 第六位是電飯煲 你猜都猜不到 我也猜不到 電飯煲的用途廣泛 可以拿來清蒸水煮 燉滿這些食材 是家庭主婦煮飯煮菜的好幫手 在香港 是家家戶戶都可以看到它的足跡 但是你要知道 電飯煲所耗的電力 和一台小型冷氣機是不相上下的 一天僅僅使用一個小時 就可以消耗一度電 一年就消耗365度 一點都不少 我又教大家 怎樣可以用電飯煲 可以省電 用電飯煲的時候 第一 煮飯前先浸 這個電飯煲30分鐘 浸了之後 白米會變得更加柔軟 能夠縮短煮熟的時間 達到省電的目的 那就是浪費水省電 第二 在內鍋裡面加入熱水煮飯 如果一開始在內鍋加入熱水 電飯煲省去 將水加熱至100度才開始煮飯的過程 喔 一來一往就可以縮短30至40分的煮飯時間 即是他叫你加熱水在內鍋 這樣一開始就滾了 所以就節省時間 第三 用了之後一定要拔插頭 電飯煲就算不用 只要插著插頭就會進入保溫模式 但你要知道 只是保溫一小時都會消耗40W的電力 第五名 雪櫃 夏天電費就爆表 我們的矛頭經常指向冷氣機 其實都是 雪櫃 其實都是吃電獸之一 因為雪櫃 必須是24小時開著 才可以保持食物的新鮮度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保住我們的荷包呢 日本家電公司 松下電器就教你一招 馬上替 雪櫃設能 電費環境 一次過守住 這間日本的松下電器公司 松下電器 曾經做過一項測試 雪櫃外部 氣溫25度 而且穩定運轉期間 雪櫃冷藏區的食物只放七分滿 雪櫃冷藏區的食物只放七分滿 可以避免雪櫃內的空氣循環不良 可以避免 等冰箱不用花更大的力氣才可以降溫 造成電力浪費 所以 外面有25度 而且雪櫃正常 冷藏區的食物只放七成 有些家裡很多的 就塞了 因此 比起家裡經常塞到 滿滿的雪櫃 不如只放七分滿 可以大約節省到10%的電力 屌他媽媽他傻 那我剩下三成的食物不要嗎 傻傻的 另外 冰箱那邊 和冷藏區是不同的 松下電器提議 在不堵塞冷氣出風口的前提 可以將冰箱的食材 塞好塞滿 反而是能夠更加省電 冰箱是塞爆的 大家 這就是容易做的 我相信大家 原因就是因為冷凍後的食物 就好像補冷劑一樣 放在冰箱裡面 就好像一塊 一塊大冰塊 可以幫助彼此冷凍 即是 本身冷了 旁邊的東西熱 就快一點 令它冷 並同時減輕冰箱的負擔 可以遵移 達到這個省電的效果 第四名 熱水 熱水壺 千萬不要小小小的電熱水壺 它的體積雖然小 但使用一個月所耗的電力 軟勝於體積龐大的雪櫃 是家庭用電比例的第四名 如何省電呢 電熱水壺最大的作用當然是提供熱水 加熱方式就是將內桶內注滿熱水 以電能加熱至沸騰後保溫備用 為了常保水溫 只要水溫下降便會自動加熱 其實呢 有些電熱水呢 有省電定時的功能 設定省電定時候呢 加熱器會暫停通電 等到設定時間到了 先重新 滾回熱水提供使用 如果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可以出門的時候呢 就設定九小時再翻滾 那這麽來呢 回家的時候就有熱呼呼的水可以享用 生了的錢呢 亦都方便很多 即是說 你出門的時候 即是他叫水不要滾 你調回定時制 翻滾我聽我媽媽說不好的 但是不知道他呢 根據實際的測試呢 如果是這樣控制這個電熱水爐的開關時間呢 就可以節省三十六part的用電量 大家明不明白啊 即是你出門的時候 你預計自己幾時回家 你就早一點點 按定 你回家前一個小時就按定 滾回去 即是教這個時間 這樣啊 麻煩 不過真的省到錢啊 不過電費 我那邊電費很貴 因為我長開冷氣 第三名 我想很多人都猜不到 是電視機頂盒啊 那麼呢 現在呢 家家戶都有電視機啦 雖然電視機本身的耗電量不是很大 但是 卻有很多人忽視電視機的基本配備之一 機頂盒 一般 一般而言 電視機的頂盒 運行功率呢 大約十六瓦左右 雖然與冷氣機相比的 相比呢 相當的細 雖然與冷氣機相比 相當 使用量相當少 但是由於電視機上的機頂盒 需要二十四小時連續開機 一個月以來呢 都是一筆不少的錢 那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電視機 電費啊 份資料就是這樣說的 你老母子很棒啊 這樣拔到電視都爛了 爛了電視買的布就更厲害 大家不用理 這個也是傻的 第二名 相信現在夏天 每個人都在用著 冷氣啊 我長開啊 一直都被認為是最浪費電的冷氣 而其實只是排第二 除了氣溫的逐漸上升 無論辦公大樓 還是一般家庭用 家庭用戶呢 都是長開的了 那現在大部分的冷氣機 都是變頻式的 能夠根據室外溫度 進行調節輸出溫度 較為省電 除了舊式冷氣更換 為變頻式冷氣 除了將舊式冷氣更換 為變頻式冷氣之外呢 經常清洗冷氣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另外呢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將冷氣機 調為睡眠模式 都可以省回不少錢的 但我那部沒有啊 我那部都不是按鍵的那些 那冷氣的運行功率呢 一般就是一千到二千左右 一個小時呢 就會消耗一度電 的確是很浪費電的 其實要省電就不難的 只要將冷氣溫度固定在二十六至二十八度 並將風向朝上房間的溫度 就可以最快降下來的了 如果再搭配電線 或者循環線 就可以更加省電了 唉這些 那你不如說不要開 裝兩把風扇吹自己 我都想說多一點點 現在不是經常說世界滅亡 這樣那樣的 溫度上升 叫你們不開車行不行 叫你們不開冷氣行不行 叫你們不開冷氣行不行 沒有的了 這個世界完的了 始終要滅亡的時候 我們就滅亡 當然環保都是很重要的 我亦都是認同 我自己都很環保的 但有時候有些東西 現在地球人在享受過 我就知道動物慘了 唉有什麼辦法呢 可能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對不起 說多了 最後第一名 最浪費電的東西是熱水爐 它的功率最高可以達3000瓦 而且在我們每天都要用到的 尤其在冬天 洗澡就要依賴這個熱水爐 那電熱水爐 如果一天開著 耗電量是達到20度左右 那不是的 那你冷氣也是一個小時一度 那你冷氣也是24度 如果全日開 那所以建議平時不用的時候 就把電源關閉 使用前的一小時 再把電源開啟即可 那這個大家都吃的 另外呢 當指示標的溫度 達到洗澡所需的溫度的時候 就可以把熱水爐關了 關了就沒有了溫度 傻的 這些不知道要說什麼 分享到這裏 如果覺得我無聊 在下面罵我 你罵我我都會聽的 因為我很喜歡被人罵 因為 被人罵得多才可以吸收多些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食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Facebook Like 多謝大家有什麼留言給我說 我有什麼做得不好做得好都是 留言給我多些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